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画的是圆明园当中的一个叫做牡丹台的地方 从康熙末年就种了很多的牡丹 中间这位他肯定是这幅画的主角了 他应该是雍正皇帝 他右手边坐着一个小孩子 首先他穿了一个黄色的袍子 然后腰间也系着金黄色的腰带 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他就是幼年的弘历 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那这一张牡丹台他行乐的这么一个画面 它其实有什么寓意呢 它可能是和康熙末年一段著名的宫廷故事有关 康熙61年 当时康熙已经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春天 他的皇子也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 邀请他的父亲到自己的圆明园当中 饮酒吃饭赏花 那么在席间康熙皇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子 宏历 因为康熙皇帝有很多的后代 很多的子孙其实都没有见过 那他一见就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 从此就把宏历带在自己身边 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这一段故事后来在清廷的 特别是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叙述当中 有意的用这个故事来加强雍正皇帝继位的合法性 康熙皇帝因为喜欢弘历 因为喜欢这个孙子 所以才把皇位传给了他的爸爸雍正皇帝 所以这幅画有写者就认为 他其实讲述的就是祖孙牡丹台相遇之后 皇位顺利的就传给了印珍和弘历 这样一个皇位传承的有这种隐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